大魔王世事宇宙的第一公敌 是上帝和他子民的主要对手 也是恶魔势力的领袖 他不断又是基督徒犯罪 耶稣说他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犯 并且他正在与宇宙中的善意力量进行全面战争 我们认识这个敌人 并认为我们坚决反对他 但是你是否想过 许我们低估了他的力量吗 上帝与我们同在 意味着我们可以战胜黑暗王诱惑我们的一切 但是他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强大 所谓知己知彼 要击败他就必须对他有一定的了解 传统的恶魔传说和圣经关于黑暗之王的实际说法或有些区别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圣经真理 这集影片和你分享有关阿波里昂的一些圣经事实 在这之前请记得点赞订阅及打开通知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装备生命信息 一他模仿上帝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说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上帝所做的一切 黑暗王都会尝试并复制 他是一位厉害的演员 知道如何扮演角色 意欺骗和操纵基督徒的权力 我们平常看到电影里或书本中 带有干草叉的红魔的图像是不现实的 他头上不会写着黑暗之王让你辨识 相反的 他将尝试假扮光明的天使 但是基督徒可以从内在分辨出巨大的黑暗 越接近上帝的话语 越容易分辨光明与黑暗 如果你熟悉福音的真理 他将永远无法以这种方式轻易操纵你 二 他不是上帝的同等对手 以赛亚书46章9-10节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 因为我是神 并无别神 我是神 再没有能比我的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 我的仇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一些不熟悉圣经的人认为上帝和老尼克是平等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并不像上帝那样无所不在或无所不能 他的能力是有限的 他也不是无所不知的 这意味着他并不了解一切 只有上帝才知晓所有一切 三 他善于说谎 约翰福音8章44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地狱王只能说一种语言 说谎的语言 他根本无法说出真理 耶稣说他里面没有真理 从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开始 就是如此了 他希望你听他的话 不让你认识上帝 如果不谨慎的话 我们所有人都容易受到这些伎俩攻击 野兽撒谎说上帝不会通过人们来真实的爱 你 邪恶的人甚至好心的人都会来伤害你 发生这种情况时 我们会质疑上帝对我们的爱 那正是野兽的目的 四 他掌握欺骗的艺术 启示录十二章九节 大龙就是那股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 但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老蛇掌握欺骗的艺术 他最大的欺骗之一就是试图说服人们 他不存在 当人们相信这是真实的时 他们通常会用自己的言行来回应 而不依靠上帝 看看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一端邪教 错误的教义和错误的信仰体系时 他们全都来自老蛇的欺骗 这可是他对付人心一项最伟大的工作 他想让人们远离真理 因为正如耶稣所说 你会知道真理 真理会让你自由 五 他的能力不会持久 老蛇的人生有个光辉灿烂的开始 我们可以从以下经文了解他的过去 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 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啊 你何竟从天坠落 你这功败列国的 何竟被砍到在地上 以西节书二十八章十三节也提到黑暗王兽造精美 但他被赶出了天堂 启示录二十章十节说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受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尽管他曾经是上帝的宠爱 但他现在面临永恒的审判 他将永远被日夜折磨 黑暗王知道他的结局在等待着他 因此 他的目标是要吸收尽可能多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通过传播福音和与他人分享耶稣 来让他永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传福音并宣讲真理 以便我们可以将人们从黑暗王国中夺走 并将他们带入光明王国 六 他是个贼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老尼克的首要任务是窃取你的信仰 以使你永远没有机会得救 他的第一个愿望是通过阻止你了解福音的真理来夺取你的永生 他不希望人们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 为达到目的 他将竭尽所能尽窃取你的视力 破坏你的目的或剥夺你的听力 他知道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力量 而耶稣是返回天父的唯一途径 他想阻止你聆听你内心里基督的声音 他还将竭尽所能阻止将基督的福音分享给他人 但是当你呼求主名求救时 老尼克是无法阻止这一点的 记住你的心灵要专注于上帝 继续抵制诱惑 老尼克肯定可以被击败 7.他是世俗世界的神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别西卜的影响力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 他却有能力这么做 人们因自己的不幸而蒙蔽了双眼 使别西卜很容易趁虚而入 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成为罪恶的囚徒 他们看不到好消息的光辉 他们不知道基督的荣耀 而基督就是神的形象 一切罪孽背后的建筑师是别西卜 他希望人们困惑 盲目和犯罪 犯了罪的人 却坚信自己确实是自由的 相信了别西卜的谎言 却认为他们是真实的 8.他有计划的行动 以福所书6章11节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不仅上帝为我们人生制定了计划 老黑暗也为我们每个人制定了一套计划 我们的灵魂正在进行一场属灵的战斗 尽管它是个难以形容的邪恶 但它显然并不完全愚蠢 当你继续进行信仰之旅时 请注意 老黑暗一直在跟随你并试图扰乱你的道路 9.你有力量战胜野兽 约翰一书4章4节说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胜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启示录20章10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咒夜兽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听到野兽拥有的力量和影响可能会令人恐惧 尽管它有种种力量和轨迹 尽管它有能力模仿和欺骗 但是记住 你绝对有力量控制洒 但对你的影响 上帝在这个确切的时刻将你安置在这片土地上 他已经装备了你 并让他的圣灵充满了你 你已经具备了战胜他的条件 面对上帝 野兽绝对处在弱势 除非你允许 否则他将无法超越你 靠着上帝的大能 你有足够推倒黑暗的力量 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光带到一个迫切需要光明的世界 感谢 感谢